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桌上的饭菜本是如意最不喜欢的 可皇上却故意称这些是如意喜欢的 如意夹起林云彻夹来的菜 却难以下宴 皇上指责是林云彻伺候不当 让他下雪受罚 皇上还主动提出留下来陪如意过夜 如意惹了一肚子的火 还得强颜欢笑 皇上离开后 宴晚来到一空空中 看到了正在试弄花草的林云彻 林云彻面无表情地向宴晚请安 宴晚来到房内 指责如意害了林云彻 相见始终不相信如意会与林云彻有私 得知林云彻之事后 感慨如意可怜 相见来到养心殿内 指责皇上不因如此处事 皇上指出 若是如意在意自己 就应该亲自处死林云彻 不应该将他留在宫中 相见称皇上不因如此漠视人命 皇上如此并非在意如意 而只是在意自己的颜面罢了